能补多少刀是否还能像他这个上级紧的一样 这个一刀补漏 Bug可是出日盐都能够文文补塔刀的男人 就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感觉还是就是兰博在下落这个点 先画上一个问号吧 就是因为很少进 然后不知道在本局选出来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可能还是想去配合Vilos打一个强对线吧 两边这个阵容其实啊 就BUG这个阵容相对来说 打大招就团战一波流的 打大招这个团战一波流其实很厉害 all in一波都是 对但是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点 我觉得就是他需要良好的视野支持 而且以及献权 但这也是BUG其实在第一局当中 我觉得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通过第一局的那个失利 看能不能吸取一些教训 就把视野给布控好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阵容还挺强的 找机会能力真的很强 可能就要在野区里面去小心一下巨魔的动向 因为就是无论是石头儿 还是辅助的牛头来讲 这两个人面倒巨魔都蛮头痛的 而且也很期待啊 这个下路蓝博加维鲁斯的这个对线 是怎么样的 但反正左边BUG这个下路抢线 推线速度肯定是推不过右边这俩 双方比赛正式开始 由蓝色方的BUG对人到红色方的方法辣 看一级的动向 想直接进来插眼 但是得试探一下 不知道旁边草丛有没有人 霸哥的石头人啊 这个正常打剑魔的话 带会心稍微好一点 因为很有可能 你过来想来偷一套伤害 但前期的这个对线啊 小草包的发条应该是压阿卡利的线 会压得更舒服一点 而且他带的是相位 打团的上限也会比较高一些 就看他们的配合吧 因为左边BUG的这个阵容里面 讲道理能带球的人蛮多的 扫描也是扫到下路的线 那这样的话 就是方帕拉斯名牌 就是我下路第一波抢二的权利 我是必须赚到手里的 不给你机会 这一波还蛮细的 连续卡了两波的事业 最终是打了小老虎一个视野 知道你在这儿 但是没办法 还是要来吃这一套 闪现过来就闪了 挂点了一下 all in 那这个去换的话 确实在血线上是BUG赚了 找了一个比较好的破题思路 而且方帕拉斯很明显啊 丢个单 双招都被打出来了 状态也不是很好 那现在丢个单就不能压制的那么 那么强势了 哦 因为自己双招眼圈 没有等到牛头二级的那一波 他要尤为的小心 再抢二 再抢二 对再抢二了一下 但方帕拉斯这边明显是抢不到了 就只能往后走 不然的话亏的可能会更多 两边的打野的开野的动向 巨魔是 芒僧是已经往下边去靠了 知道你给我但是 要不要来反对一下 是没有闪现的 已经蓄海闪了 但是嗅觉非常的敏锐 这个距离是开不到的 莫言也过来 有眼 对 怕出来之后 但是因为自己下路有限权 可以先打巨魔一套 莫言其实 他第一时间是先动了蓝buff 然后发现下路不对劲 然后就再过来了 他敢要过来 可以第一时间先看一下 然后再回去刷蓝 打先打的还是蛮兴的 其实从最开始蹲草的换血 本以为是方帕拉斯下路 换状态换影了 但是后续牛头Q闪 反打了丢个蛋双招 没双招 还是要打的冷静一点 可以啊 这一级的这个 直接闪现all in 确实是打出效果了 不然的话 可能大家看完BP之后 觉得这个对线不长这样 然后 霸哥的这个上路 这个塔前的兵线卡的位置 也相当的精髓 这是他最擅长的东西 还是蛮稳定的上路 莫言 莫言从你的这个视野上去过来的 开加速之后 看这个柱子什么都放 但这个顶的位置 在本上一个Q之后 伤害不够 这个顶的位置 好像也没办法了 再往下来的话 感觉小草包可以从上面的缝钻过去 牛这要是用的是个芒僧 说不定击杀盖子会大一些 声音还是蛮大的 上路Bug已经是空蓝了 没关系 他还有饼干 在疯狂的拼这个小地图 芒僧过来了 KR现在只有三分之一血 但是意识很不错 而且他的中左草 确实也是插了眼的 看到了 芒僧过来的动响 反手一致 但这个换血感觉 是有点换不过 这还往前面走 吃了一刀 刺死剑气 被拉扯了一波 这被小老虎还给回了一口 那这个换血就不可能再换得过了 上路 这锅必须要回程补几下状态 但二手骨刀 好像还补不了什么太好的装备 不过其实上路你要想是 就是压死石头人这种英雄 还是不太可能的 特别是霸格的石头人 下面蹲一下 赖索 直接就占河道这个草了 他也不占边草了 还没有发现 蓝波的位置 蓝波一直在空温 但躲的位置会不会离得 稍微距离远了一点 不怕 这是个蓝波 有加速 而且还有电子遗差 去海闪之后 还是想要主动去打 Dubesam意识 基本的意识还是比较好的 站位都是比较靠后 这样的话囤了一大坨兵线 这波是必须要推进去的 所以说莫言直接过来援护 开始火烤 即将红温 约大尔剑胜启动 衣血是让Dubesam拿了下来 但是这边盲僧也是过来收掉了巨魔 蓝波现在血线也比较低了 而且身上挂了不少的毛 黄天帝现在血线不高了 不敢往前面继续追着 然后拔毛 这个电影摩擦了一点点距离 电子就差出了 Q技能拉开之后 摩托又走 这个穿刺之剑差点一穿二了 伤害稍微差一点 刚才应该是WCD了 只是打出了Q的伤害 不过黄天帝的这个 吸血鬼结账也立功了 他要不是回到那点血 可能真被穿死了 经典六分钟的果果 要过来品鉴一下 特别是霸哥的石头人吃果子 姿势啊 总是那么的兴起 比如说一丝血没血 然后大招过去吃果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 这不等于说是默炎搞了一波灯下黑 是卡着 好好摆一些小鬼的视野的范围 其实一直等到默炎走到脸上 其实牛头才反应过来 而且那时候其实已经走不掉了 因为Live电子鱼插摊会一直去耗着你的 没闪 小走位 没闪现嘛 就特别是石头人 牛头这种英雄 其实在没有闪现 在野区碰见巨魔 很难受的 很难受 巨魔可以等到到6之后啊 能够去直接去吸你的 吸你双炕 7级的阿卡丽 其实包括这个状态会有点危险 小草包接下来就不是很好去压这个KL 而且前面的话 小草包的补刀甚至还是被压制的 主要还是就是默炎在三级那波来来波中路 就直接是把小草包给逼回家去了 好像今天选出 就是打到现在为止 现在选出滑板鞋的队伍 都没有如愿拿到下路的献权 看来大家所做的准备还是很充足的 其实开局的设计还真挺好 是拿到了献权的 但是到后面的话 确实在联动上 方帕拉斯这边更胜一筹 每一次都默炎 小蓝波四包二 卡尼波没有 先耗一下 先等把这个兵线送进去 再说不及 但是FY也是已经过来了 Q闪都主动动手 敲晕之后 荒天地感觉要没了 然后但是收了一下牛牛 感觉好像牛头这一波Q闪 走不了 但是天然波挂到之后 伤害差一点 只换了一个蓝波 那这样是很亏的 只换了一个辅助啊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下路对线快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感觉 一换三 主要还有等到下一波 Live六级之后 确实就很无脑的 可以去开你的滑板鞋 嗯 就到你脸上就电子鱼叉 先减速 然后就一直考就完事了 伤害够也还是 然后如果说要是 荒天地 推线推得太深的话 有可能Live甚至会愿意 用大招起手 去减速留你 主要还是没有想到 BLG刚才会 牛头主动去动手 就可能想着 滑板鞋倒了6之后 有一个保护的机会 但是赶来支援队友 数量不够啊 包括小草包支援速度 也不够快 耀东先锋了 先去抢中线 Live是一直帮着去 推这个中线的 莫言就在身后 中野斧的3v3 上路的话 Bug的支援意识还蛮强的 先往中路稍微靠了一下 但Bug现在状态 真不是太好 手里的TP也没有站好 这波先锋 Bug如果不选择 在第一时间回城 这个先锋很难去争夺了 哇 这演变成了一个大团战啊 基本上所有人都来了 5V5 先动这个先锋 哎呦 这个小娃娃出问题了 但反倒是被拦摸的一个大招 还有一个柱子 给减速的完全走不动路 一个KR顶在前面 有侠阵里面 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 Bug一丝血 还是被Duke Dam的穿刺之键 给收了下来 FI 摸针眼走 但是小老虎过来 就这个恶火树恋 回来吧你 这波是Bug舍身 拯救了自己的队友 嗯 其实刚才 阿卡丽的第一目标 是指向了滑板鞋 再加上中单的小草包的 嗯 但是他的大招冲过来之后 是成功吸引了 Fumplus三兄弟的注意力 这个先锋 拿下来的话应该是 可以去辐射到下一条小龙啊 咱们来先看一下这一波 哦 是一个很精准的回头 是 但就算拉好也只能拉到一个啊 这个 到底不是很多 对 到底不是很多 对 就这个拉空之后 那你就没办法 你一定要被开了 这个 你没有发条冲击波的情况下 是对右边 没有任何威胁的 这个阵容 现在好像看不到 能够去翻转局势的点 对于B.O.G.战队来讲 这条小龙的话 B.O.G.是要放的 就大家看现在装备栏 就能知道 B.O.G.这个装备 是接不了这个小龙团的 对 没有成装 而且还有对于他们的 整体阵容而言 可能只能去指望 小草包拉一个满大 可能才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梦幻大招 对 梦幻大招才可能是唯一的机会 B.O.G.神级预判 闪现大招 大家是不是想说空了 那当然如果要想打赢的话 估计得搭四个人至少 然后之后发条 然后之后再拉一段 还是就是他们现在的 输出的手段 非常的匮乏 包括滑板鞋在面对到 方法子这个阵容的时候 没有那么好去 A出那么多下的 嗯 再加上中单的对方中单 阿卡六这么肥 这个小龙肯定要给 这个小龙必须要给 没法打 两边的装备 完全是降维打击 不过可能对于B.O.G.能够去接受的就是他们的经济差没有被拉到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还是维持在了2500块 我觉得这个两说吧 反倒 FY被逼出了闪现 我觉得这就是纪律性的问题了 就是你无论剑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七级的盲层去抓十级的剑膜就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就除非是第一波霸哥那个大招击飞的一瞬间 你还怪就已经到了 对就是你能接一个回旋机直接就是踢回塔下 对踢回塔下那可以 那如果后续再来的话 七级打野找十级上单真没有任何道理 你要踢回塔下的话 就是可能小老虎要扛五下塔 但是没这一段的话 只是十多人一个大就扛的不够 先锋直接放了 但没有放过墙无所谓 这个下一塔应该是要拿了 还是卡在了14分钟的节点 还能拿掉啊 防卫塔最后的自己从肚层 吃到了吃到了 嗯那这样的话定住应该就走远了 一个精灵球 好走的确实挺远的 这差不多有1200的战场距离 先锋抓完之后 反正也没有办法继续去守啊 自己的大招已经用完之后 直接打大招 反正人位置给逼开 连过两塔 对强霸你下路的二塔 回来之后 八条也在往下面继续靠 但是已经被视野发现位置了 对位的这个精灵差 下路差了1600块 ATC 然后上路的话 霸格也被压了1300 1400左右 中路的话也有将近1000的精灵差 其实芒森刚才如果没有过来 去交代到那个人头的话 其实剑魔领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多 但也够了 其他路优势也蛮大 等级太高了还是 我觉得比较 前期对线就不说了 但是团战端的话 小草包的那个 那一波空大 确实蛮关键的 就那一波空完大之后 就基本上正面团就没法再接了 就相当于你 就是唯一的底牌没了 然后之后在你光大之后 八个就只能被迫用大招去 给自己队友断后 大路二连顶起来 小荣虎这个血量开起了大面 能吸上来吗 没有办法控制拉满了 但是莫颜也过来 FI这个位置没有被柱子给顶断 莫颜可能想玩帅的 莫颜在空中 提前购物是个坏习惯 几率性不是很好 那个位置回程 挺凶险的 但是爸哥这个位置怎么办 走不掉了呀 人头是谁的 应该是给莫颜 没有办法 确实就看到现在来讲 爸哥就这局打下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办法 嗯 二先锋 还有四十秒时间就要刷新了 这个二先锋 Bewji 感觉还是看不了 没有办法去接 还是现在发条差的装备有点多 终于是三个人 熬引打了一整套 终于是没有给到建模 反手吸血的机会 那这个比较好 就是控制链 确实挺完整的 哎呦 这个FY走的时候吃了一件挺完整的 不然的话 在草丛这一件 只是一件是射不死的 感觉是 等于在撤退的时候 又吃一件两件嘛 感觉是在第一时间 FY甚至是想省一个大招 但是发现所有精神交完之后 肩膜还有最后的一丝丝血 是 无端是把自己大招肩给交了 哦 包围了过来 这就是队长级待遇 没大招啊 石头人很难受 那Bug这波走不掉了 Bug绕住走 发现绕不了半圈 就没了 够火树链 瞪一下 稳稳的吃Q3的中心 FY被打掉了一个半血 但还好兄弟们援护的比较急迟 但上面的先锋啊 也就没什么悬念了 肯定是让莫言 单solo了 先锋说完之后 中楼的外塔 也变得岌岌可危 哎 还在去蹲 牛蛋在蹲 突白锁链 但是华白银还是蛮灵活的 踢下来 这个小龙还是得看一眼 不能让你这么稳稳的 就把两个资源 两线开弓 还有石头人这波 绕后踢 大哥师 大招已经转好了 阿卡丽这波绕后踢 可能是有一个小关键啊 小草包 Random的Ace Life 差了一点点血 没有办法 正面的话 先是收掉了一个阿卡丽 K2没了 但小草包自己的血线也非常低 是被小老虎给收了下来 小老虎直接开着大面 继续往前顶 爸哥拿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办法 但小老虎一只血闪现走了 Duke Dam 血量还是比较完整的 他现在蓝量是有点尖底了 蓝盲森没有抢龙的机会 有惩戒 是有惩戒的 但是这一套爆发 商量好的 就是Duke Dam这边这些穿刺之间 对 维鲁斯的血满Q 在街上莫言的惩戒 也是没有给到FY抢龙的机会 玩心跳的 这波是小草包想要去单防 对方蓝膜 但伤害差了一点点 他就是卡这个口子 就别管谁来 他就卡这个口子 伤害性还挺高的 大家能看到 但是可能就是团队更加需要他去 打一个比较充足的AOE伤害 Ker进场的时候是失控了 就本来这一波的话 Ker的绕后应该操作上也蛮高的 还就是 主要是右边闪现都在 收不了人的 来 有合适的伐摸机会 结束到之后 绑掉对方牛头 换大招 但是还有40秒钟 大龙就要刷新了 虽然FUNPLUS不会轻易动 这个20分钟时间节点的大龙 就是起码得要 把BOG的人给逼过来 可以逼过来 但是不能刷到底 因为BOG这个阵容 在大龙坑的那种地形 创造奇迹的可能性太大了 打控制比较多 真疼啊 BOG已经准备好了 BOG很耐心 我大概理解小红毛 为什么当时蹲这么久了 还在往前探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BOG这个时候 你感觉很喜感 比较锁链 在定 但是 因为上一波是已经 把牛头的大招给逼了出来 结果只能是闪现逃生 没错 两个人的大招的CD时间差得太久了 BOG昨天确实也不是很值钱 而且走穿甲流那一套的CD快 对 维瑞斯CD赚得很快 感觉这也是 就是现在这个版本 战士型英雄 为什么那么强的一个原因 就是CD装变得太便宜了 就是很多的战士能够 花更少的钱 很轻松的获得到 高额的技能急速 没事下个赛季更好 下个赛季的蓝博会比这个赛季要恐怖很多 因为大面具回调了 就是改成了最初的大面具 就还有很多很多的改动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资讯 包括咱们英雄联盟官网的一些资讯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没错 来然后莫言过来了 柱子先卡卡一下wind 那这样的话 蓝博这个大招撒的位置太好了 虽然伤害不高 但是减速是挂满的 那这样的话也逼出了精灵球 技能的交换之下 方plus life这个大招感觉没有那么值钱吧 主要就是打减速用的 莫言又过来了 柱子再一卡 FY手里反正是有视频演的 大不了就莫言总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 BUG自己家的蓝区的视野 是被完全控制了 还是就是三条路的外塔 雕塑太快 不过BUG这一点做的还是蛮聪明的 知道你这个阵容 打大龙速度不快 只要你不动手 我就绝对不会深入的 往大龙坑附近靠 有演的 有那个丹草的真业 有发现吗 好像没有发现这根真业 看剑膜不在正面 牛途想要主动去溜人 先给一手推推棒 白索林练到了滑板鞋 想要打一波单杀 A3R之后 还杀最后一个 穿速之剑 补到了 那正面的话 KR闪现过来一个Q 先收掉了一个 这正面明场面在线是吗 一厘米大 这个TP 那正面的话 直接溃败了呀 Bug好样的 是Bug这一波 可爱 非常可爱 致敬自己 我刚才甚至以为是Bug要TP跑跑 然后小草包要TP到正面接着团阵 然后我看了一下左边的状态栏 发现不对 我觉得马上可能会有一波特写 好 那这样的话大龙毫无疑问 肯定是要落到F 就是Fanplus手中了 F还想尝试一下吗 成为那个创造奇迹的男人 但是打速度有点快哦 好像有点来不及Q 照到的一瞬间发现已经没了 是而且 Fanplus的配合还是蛮默契的 1800滴血下场 先来看一下这一波 排一个真眼排出手 插边的一个腐败所连定导 但定导的话确实 荒天地就走不了了 来看一下这一波 再看一下这一波 好经典 闪的速度就有点快 就上一幕看到这个 就是想要去限制阿卡丽 不让阿卡丽去伤害自己的队友 没有问题 这一幕我们不止一次见过 上一次见是在霸哥的上路 这一次是在蓝野区 那下一次又会在哪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没有问题 当然在上路更离谱 那个是直接闪现 然后一厘米TP 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个机警 就是最开始的给大招想法是好的 然后可能是后续想 按闪快速接近这个阿卡丽 然后按到了自己的TP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没事 霸哥的理解咱们不懂 那像的话 三路兵线压力给的太大了 方plus选择三路齐推 没法守啊 就这个慢慢的去用 这个大龙的强化兵线去耗 就可以了 蓝薄又撒一个大 哦好难受 就直接被Duke Dam 一个 哦又空大了 霸哥 还有高手 还有高手 不会是你 进场之后牛头虽然顶起来三个人 但是没有用 C位已经全部倒地 只剩下一个牛牛 啊 开心吃牛肉 直接打了一波零换五 零换五之后 好那再杀一个 是再杀一个 恭喜方plus啊 拿下了这局比赛的胜利啊 这个上一局的这个失利 这个从这一局当中 还是找回了一些自己的